在过去的汽车试驾影片当中 我都会跟大家介绍到非常多不同的材质 像是carbon fiber, aluminum到ultra high strength seal等等 软的方面有像什么Napa,皮革,奥坎,Tara,再到Sensatech等等 所以今天这集是主要跟大家聊一聊在市面上的car mat 是由哪一些material所组成 在今天马来西亚你要买一个car mat有什么样的material的选择 所以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叫PVC coin PVC coin顾名实际就是大家都很熟悉PVC嘛 硬的PVC就是有PVC pipe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 软的PVC就是像这一种PVC coin 我相信这个PVC coin大家都非常熟悉 因为很多人买新车的时候车子就标配给你这样子的一个car pad了 所以这个car pad它的好处就是它的价格它的成本相对来的低 然后它也是一个伸缩性非常好的一个car pad 所以它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啊 它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看到它到底是干净还是不干净 它的好处就是它能够很有效的隐藏那些肮脏那些灰尘藏在里面 所以即便它很肮脏你都看不出它肮脏 可是这坏处就是当你要清理的时候啊 我试过我每次要清理它的时候我就找一棵树或者找一根钉去root它 你可能root一下,两下,三下,四下,十下,二十下,五十下,一百下,一百下 第一百零一下的时候,它还有东西飞出来 然后OK我们不要讲我们粉它啦,我们讲我们用水去洗它 我也试过,震在水里面然后把它弄干了过后我放在大太阳底下要晒 你是晒不干它的,无论你晒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因为太阳再热都好它都被这个毛茸茸的东西顶着了 它的表层是那个水分是没有办法被蒸发的 所以这个就是PVC coin的一个比较头痛的地方啊 就是在清理的方面会费很大的功夫 再来它的这个耐用性方面也不是这么佳啦 好像以前叫手牙的车你的脚经常要磨 差不多好几个月过后它就被磨破了 然后穿高跟鞋的话可能就会勾着那个东西这样子 再来到下雨天马来西亚经常下雨的嘛 你脚滑滑踩过去的时候它会让你变成一个很脚滑的人 OK So这个大致上就是PVC的材质 所以因为PVC有诸多的不足啊 所以很多的车主很多的消费者都开始去物色一些 有什么样的选择可以比它好 所以今天要介绍的第二个material就是叫 EVA foam 也是现在市面上非常多人熟悉的一个material So我手上有一个市面上用EVA foam所组成的car map So EVA foam呢它就是一个泡沫这样子的material 所以EVA foam你可以在baby的那些 blare map上面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它的好处就是啊因为它本来就是类似 类似一点保利龙这样子的泡沫 所以它非常的轻 然后它也非常的容易清理 因为它跟干了那个PVC 你就看得出了咯 因为它 你是一目了然的这个car map干净还是不干净 你水冲一下就可以把它冲干净了 所以它就没有之前PVC coin的那个问题 那它有另外一个比较不足的地方就是啊 好像我手上拿的这一款这个EVA foam的car map 你看它的背面啊它是非常的slippery非常的滑的 即使这里也是非常的滑 如果你的鞋子是有一些水下雨天的话你就知道了 你的这样子它是一个非常可以在上面跳月球漫步的一个car map啦 所以它的后面就像我该讲的它你可以看到吗 它这边用的是Velcro 因为它的后面是非常滑的嘛 因为它的EVA foam就是这样子的material 所以变成你需要用Velcro去把你的car bag固定在你的车子的底部 所以有些车子的底部可能不是这么strong 它就会被你这个Velcro所伤到 虽然这一款car map的Velcro已经比市面上那种普通的Velcro还要好了啦 但是Velcro还是Velcro 所以这个再来这个EVA foam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耐用性方面可能不是这样好 我简单的我用手去轻轻去弄它 就可以看到它很容易被我的 即使我的指甲就能够弄出一些伤痕来 所以如果你用高跟鞋 你用一些比较尖锐的东西去摩擦它的话 可能久了的话你就能够看得出这个泡沫的东西 它就会比较容易受到伤害这样子 所以再来这个EVA foam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是一个non-toxic的材质 所以当它是non-toxic也就代表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环保的 它肯定比PVC coin还要来的环保 第三个我要来介绍的就是由TPV材质所组成的car map 所以我手上这一片呢就是市面上最受欢迎就是由TPV材质所组成的car map 其实TPV它是一个hybrid material 它就是介于plastic跟rubber之间的一个形性材料 所以这个car map它是一个环保的材质 而且它也是一个non-toxic无毒的材质 它也不会释放出一些有毒的气体 像你如果刚好是香烟头掉在car map上面 这个TPV car map是不会燃烧起来的 相反是其他材质的car map可能就没有做到这么好 所以这个car map就像刚才我介绍的eva foam这样子 它都一样的比这个PVC core还要来的清洗 因为你是一目了然的能够看得到里面有没有肮脏 而且它也是一个waterproof防水的car map 你水一冲很快就能够清洗干净 然后你很快就能够晾干它或者风干它等等 所以这个car map就是说它TPV这个材质 它会比刚刚讲的那个eva foam来的耐用很多很多 你什么指甲挂 你用硬点的东西去戳它 它都不会受到伤害这样子 其实你拿就知道了 你看我手油都有一点点在酸这样子了 所以如果你用鞋子的话去放它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它的主力非常强 所以一般上马来西亚 你知道雨水啊路面湿滑的人 所以你一上车一盒一盒的时候可能就会 带给你不是这么舒服的感觉 那放在前面可能还好 如果你把就是eva foam放在你的boot的话 因为boot你可能会有各种形状的行李 它放在后面它就会发出很多 你不想要听见的声音啦 所以相比较来讲这个TPV材质所组成的car map 它就不会有带给你这个问题 而且呢我们翻开它的背面 你可以看到它跟刚刚那个用velcro的是不同 因为它后面这个有这种 很立体一点一点这样子的就能够帮助你在不用velcro的情况下 就可以让你的car map牢牢固定在你的车底 所以 重合来讲这个 material的缺点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重咯 因为我这样拿着讲嘛 一般上也不可能这样拿着的嘛 对不对 你是放在车底下吧 所以这个由TPV材质所组成的car map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的伸缩性非常的强 所以有时候车子的第二排啊 它中间有隆起来的部分你就能够 很容易就能够让它就是你懂 呃 适应各种形状去去配合你的车子的patter 所以相反之这个 EVF码嘛 你就能够看到因为它是 好像 泡沫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嘛 你要如果要去把它熬成一个这样子的shape嘛 是 非常难的 可能你里面需要加一些铁丝 加一些 呃 不同的东西去让它达到它要的形状 讲了这样多 如果大家对这个由TPV材质所组成的 anzo car map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上到 anzo dogmine去了解一下这个car map的一些详细 也可以查询一下一般上你的车款 他们都会放在这个web site里面 如果他的web site里面找不到你的车款 你可以 啊 私底下跟他们讲 他也会为你的车子量身定做一个 专属于你车子的car map 然后你也可以透过这个web site去知道你的车子的 呃 这个TPV材质的car map 它的价钱是怎样 所以 再次呼吁大家可以上到anzo dogmine去了解这个 TPV材质所组成的car map 所以希望大家喜欢这样子类型的 就是比较focus on material材质的影片 所以未来可能不只是 不只是car map 不只是car bed 还有各种的 铁啊 皮啊 毛啊 等等 plastic啊 我都会为大家做这样子的介绍 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m321